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分享一个生煎饼简单做法 准备中筋面粉300克 盐3克 搅拌混合 加入水210毫升 水的用量占到了面粉的70% 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给你自己用的面粉吸水性 来进行调整水的用量 再稍微的搅拌几下 加入植物油15毫升 再搅拌几下 就可以用手来揉这个面团了 揉约2分钟 面团就揉好了 这是一个偏软而且有些粘手的面团 盖上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在面团上面淋入一点点的植物油约5毫升 看我的手型 巧妙的 很快就把这个面团整理成一个光滑又柔顺的面团了 而且一点都不再粘手了 把这个柔软的面团放到揉面垫的上边 稍微的摁几下 分成五等份 每一份约105克 把每一份都像这样 整理成一个光面 光面冲上 团圆 盖上保鲜膜松弛5分钟就可以了 松弛5分钟以后 拿起第一个面团 在揉面垫子上面撒一些干面粉 防止粘连 把松弛过的面团放到这个揉面垫子上边 稍微的摁几下 上面撒一点点干面粉防止粘连 我们用擀面杖 擀成一个圆形 你可以像我这样 直接就自动就会旋转的转了 也可以用任何的一个方式 只要把它擀成直径约31厘米的一个大面皮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的杯口直径 直径11厘米 在中间的位置 按压一个圆形的痕迹出来 在面皮的上面撒约10毫升的植物油 用刷子 用刷均匀 接着在上面均匀的再撒一小撮盐 不超过一克 给这个饼增加一些咸味 接着就像这样 在那个圆形痕迹的外边 均匀地分成六等分 接着把六等分就像这样 一片一片地叠起来 落起来 把它的边整理成圆形 用最上面的这一层面皮 稍微的拉扯一下 把边包起来 整理成一个圆形的饼坯 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在分成六等分的面皮上边 撒一些葱花 把葱花摊平了之后 拍一拍这些葱花 让葱花和这个面皮粘得牢固一些 也在葱花的上面 均匀地撒一小撮盐 不超过一克 接着把这六片 一片一片地叠加起来 落起来 也是同样的 用最上面的这个面皮 就像这样 稍微的拉扯 你可以看到 这个面皮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非常的薄 把边包起来 葱花尽量的不要漏出来 接着我们再次把它们逐个 擀成圆的大面皮 直径约23厘米 然后把平底锅加热 锅中倒入 约15毫升的植物油 放入饼坯 用中小火来煎 看见颜色变了 约一分钟多一点 翻面 这个饼轻易地就鼓泡了 再烙一分钟 翻个面 做这个饼的时候 看到饼起泡 那么做出来的饼里边的层次就会非常的丰富 而且吃起来就不发硬 那么这个做出来的饼啊 口感就会非常的好 层次丰富 而且呢 很柔软 大约三到四分钟 煎至两面金黄 饼啊 就出锅了 我们用干净的厨房纸 把锅擦干净 然后再倒入植物油 约15毫升 用小火交替着 这一次呢 做这个有葱花的饼 我们也是像这样 为了防止粘连 上面撒一些干面粉 进行擀制 擀的过程当中 你要感觉到有点 粘连的话 那么建议呢 就撒一些干面粉 也是擀成直径 约23厘米 用同样的方法 来做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记得关注 订阅 点赞 留言和分享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武装饼很快都煎好了 很薄 很柔软 很多层 味道自然好极了 非常的好吃 做法简单 用到的食材 也很简单 用的时间也不长 家人很快就可以吃到 新鲜出锅的 香喷喷的饼了 还可以在饼的表皮 撒些芝麻 或者是打上一个鸡蛋碎 都可以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还是这句话 请不要忘记关注 订阅 点赞 留言和分享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